今天呢是 十一月二十九号星期一 这个 一个新的开箱 开始准备搞这个视频了 给大家这个 提供这个最牛逼的信息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 给大家讲了 这个有一个 超电动汽车的公司 也要借口上市 用了一个 这个卖女人服装的一个公司 生意不好了 然后他们呢 这个公司来给他提供资金 一两个亿把它上 然后呢 这个公司呢 这个电动车呢 这个生意好像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还没上市 所以呢 他就用这个公司借口上市 叫SPAC 这个公司呢 他讲了这个 按理说 现在是这个公司的股票 才是七毛钱 昨天买的是六毛五 现在七毛 刚才涨到七毛七 他可能会 他说如果好的话呢 他说可能会涨到一二十块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投资人呢 就很有吸引力 但涨不涨 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是呢 还自小给大家一个 希望 所以就试试吧 对吧 所以上个礼拜五六 就听命的就买了一大 大把 全进去了 谁知道今天早上呢 就 一开门呢 就慢慢涨 慢慢涨 涨到涨到 一下子就涨20% 也不错了 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准确性啊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个 这是我现在关注的这个图 再看看 这两天好 就没用了 有点不熟了 这样 看这些 哪个地方都没有了 这些 哪个地方都没有了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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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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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今天市场正式开门的时候,对吧,看看今天能不能再反上去。 这个反上去,今天这个反上去就比较厉害了。 这是一个壳其实,但是呢,这个壳的,就是retail store, 它呢,还是有钱,对吧,有资金。 它为这个电动车子,大概提供两亿的资金。 就是买到它的百分之,就是相当于30%的股份。 所以这个呢,最后这个公司呢,它是以这个公司,所谓上市公司,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有,假如比方说你要投资的话,这个非常有机会。 你想看这个股票,曾经就是,到过6块。 现在是6毛,7毛。 这个人们的预期呢,这个公司的会可能会涨到,就一年之内啊,回到20块。 那6,7毛到20块,就是一个非常有适应力的一个投资机会。 对吧?就是一切胜利的话,就是说他们合并能收购,就有这个机会。 好吧,今天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 我体备这个,搞这个, YouTube,Facebook,Weibo,Google方面的这个,直播。 对吧?现在大家都新直播,坐在家里赚钱。 我也试一试,今天就开个头。 好吧,随便聊聊。但是呢,这个今天这个是, 做个Zoom,对吧?因为我现在只打了这个,还不够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